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体重终于长上来了 然后也来分享我是怎么实现的 还有一个好物分享 就是跟长体重 我认为对我有了帮助的一个好物 好,先来看数据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家里的秤 是每个星期日训练完 在同样的情况下都是吃过早饭 而且上过厕所 然后都是一样的时间来秤 在6月份的时候是109.2磅 今天早上称的时候 你看那个一个线比较稳定的往上升 是116.2磅了 所以我太开心了 有好几年没有达到115磅以上了 我为什么想要长一点体重呢 因为我发现我现在 在经历更年期的过程中 我不仅没有体重增加 反而是就很难维持体重 每次出差啊或者每次在外面生活几天 体重就降下来 我现在比如有地方比较瘦 手这个地方比较瘦 脖子呢也比较瘦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形象 所以我就非常认真的要长体重 这样包括几项很重要措施 就是我以前以植物 整全植物食物为主 现在呢我已经加上了肉 尤其是红肉 而且呢每天确保吃三顿饭 还有零食 就主要的植物 整全植物的结构并没有改变 就是有很多的蔬菜 有很多的干果 坚果还有豆类 这些都没有变 但是把这个高能量 高蛋白的这种动物性的蛋白加上来之后 我发现还是有效的 还有一个呢 我不管不单单是想要长重量 而且我主要是想要长肌肉 这样的话呢自己更结实一些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需要怎么办 一个是增加蛋白质摄入 所以我也增加了这种V protein 就是乳清蛋白 我以前也吃过 现在呢又加回来 就是在每次每周做了肌肉训练 或者是要跑步 一周一共我训练四次的时候 训练之前都会喝蛋白粉冲的水 同时就加上了这个叫积水基酸 叫Cretinum Monohydrate 所以这个牌子我也非常推荐 为什么要加这个呢 传统医学库里的数据是说吧 这些可以改善短期的训练的表现 和高强度的运动的训练表现 对一些女性运动员提高 她的力量和功率呢 都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但是呢对body composition 就是对增加肌肉和降低体脂 数据上是说没有很明显的帮助的 同时呢也有一些数据支持 对于一些岁数大的人 年老的人他们要增肌的话 这个补充的时候 它的效果比较明显 像我自己已经过了更年期 我也把自己给归到这个老年人这类 因为也有类似的这种生理的状况 就是增肌不容易 还有一些呢 最近一些新的一种数据呢 主要代表的这些支持的人 包括Ronda Patrick 还有Gabrielle Lyon Andre Huberman 还有Andy Gopin 还有Peter Tia 他们都认为增加这个Critian 非常安全 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长期的 除了关于肌肉这些以外的好处 这个包括比如说能够增加这个骨质的密度 同时呢还可以那个由于年龄引起的这种肌肉的丧失 它有一些抵抗的作用 所以这些我先听了它的好的一面 然后再去查这个比较保守的 就是Dr. Michael Greger 他这个人呢是对这种植物类整成食物非常推崇 对任何其他的补品 除了B12和维生素D之外 他基本上都非常保守 但是他对这个产品呢也是比较支持的 他呢对这个安全性也进行过检查 所以我认为通过这些检查之后 我就选了这个叫Cretin Monohydrate 伊水 鸡酸它呢成分就非常单纯 而且是每天吃五克早上的时候和豆浆拌在一起吃 没有什么味道白白的 还有它的副作用呢就是有时候肠胃不适应 但我觉得我没有问题 这个大家要体验一下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减量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要增加体重 哇真的这么有效 真没有想到我用了这么几个月 两个月就真正有体重增加 我感觉它是也是有一些水分的增加 所以肌肉里面的水分增加 它体重就长上来 就腰围呀什么各种维度 我觉得还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想我这样如果能稳定长到 长到120的时候 我就会小心一点 不要再一直这么长上去了吧 那速度就会太快一些 但是我这个月底还有一次要出差 所以到那时候又要经历 减重的这种挑战 所以我也不是特别担心 这几周再接着往上长一长 好如果大家有用这种基酸的体验 尤其是女生 更年期以后女生跟我一起分享 好下次再见拜拜